这些囤积的食物我来吃 死了之后谁要拿去都可以 这种说法就是我所谓的贪琢磁身的人 那些仗着囤积了一些东西而不需看人脸色的人 绝对不会比现在修得更好 为了成就圆满的佛果 再小的困难都应该要勇于接受 就像是购买一个巨大的宝石 是要拿出一些自己的宝石物品做抵押或变卖一样 总之重点不在佛法的知识有多广博 也不在于口诀有多甚深 而是在于亲近一位好的上师了物自信法神 那这一段在告诉我们什么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